我是產業經營部 黃鐵銀經理 因為我們這個產業經營部 主要是做能源 節能減碳 永續方面的輔導業務 中文豐盛也在協助企業做一些 永續的補給 那這個大家應該都聽過了 其實它是夏威夷的一個天分台 然後它針對這個月平均的碳 來去做偵測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最新的數據 2023年的12月 已經是420以上 它跟2022年的12月的比較 其實一直在持續上升 那這邊是1880年以來 其實不同的監測單位 不管是NASA還是英國的一些監測單位 不管是它數據可能有點不一樣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大概自從1980年以後 直到往上 所以其實至少上升了1.1度 然後這個是2019年 全球的溫氏氣體排放 全球大概1500一噸 那台灣大概是佔 1.53% 其實台灣就算全部淨 也只佔0.53% 但是要不要做 還是要做啊 因為我們是一個出口國家 所以基本上也會受到來自於客戶的要求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要做 其實在2021年的時候 COPO26的會議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本來那個巴黎協定是希望控制在2度C 但是後來在拉斯哥會議的時候 它是希望全球都控制在1.5度C 因為2度C已經不夠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才開始 歐洲歐盟啊 美國那邊 開始今天針對很多這種 競爭的議題啊 就一直出來 那尤其 他們那時候在2050年 就希望 要能達到競爭喔 有130多個國家啦 那在一直都 一直update啦 現在可能更多了齁 都宣誓打競爭 不管是2050年 2060年 或是70年 現在其實 蠻多國家就已經有這個宣誓了 那最 還有一個就是歐盟啦 C-PAN啦 那其實 其實C-PAN已經開始 要叫你申報了啦 申報去年那一季的 這個 油關產品的燙排量啦 那2026年才正式來課徵所謂的 關稅 然後這個是全球經營的一個趨勢 上面大概是國際 下面大概是國內 那以國際來說 我們大概最 聽到就是1997年的 進度一定書 2015年的巴黎協定 還有我們大概都聽到了 R100啦 EP100 或是EV100 等等啦 那國內大概 205年的 溫管法 相關的氣候邊線應用法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 世紀末 能夠達到1.5度C啦 這樣才能有機會 不要造成世紀大災難 然後這個是最新的資訊 在去年的 11月30到12月12兩個禮拜 在杜拜舉辦的 這個COP28 那這是我國近年的轉眼 大家都聽過啦 主要就是它會從建築 運輸工業跟電力 這四個方面來去做解能 那減碳的部分 然後不夠的呢 採用負碳技術來去把 譬如碳會啊等等來去相減 這邊是金管會啦 2020公告相關的三速公告 所以現在很多公司其實蠻緊張的 就算你是在 資本51以下的 也會開始就有動作 然後環境部也是 2016年開始 其實它有第一批盤查對象 然後現在的盤查對象 大概已經到了512家 其實正常來講應該是 2025年才會正式徵收 但是它用2024年的數據來去 所以今年很多大概都要做減碳的動作 其實這些盤量大戶每年都在剪 我必須講 其實每年都在剪 那不能剪的它用什麼方式 其實很多都是從 上有原材料裡面 再去做一些開發 才有機會 要不然其實他們做的減碳動作 都已經很多了 那這是永續地攤的布局 其實我們中衛在協助產業的時候 會用三個步驟來跟產業講 第一個是揭露 再來是減量 再來是碳中和這幾個步驟 那我們是希望說 產業先做一些見解 譬如說 你先針對你整個組織面的碳來做個盤查 或是針對產品面來做盤查 然後另外從501能源管理整個來做 大概會從這三個購面 來去做盤點以後 可能在ESG上面會可以做揭露 那盤查出來以後 怎麼辦 還是一樣要做減量 你可能要做永續的一些藍圖 或減量曲線 那你把它列出來 你可能10年減量 那10年每一年大概減多少% 定出來 那要減哪些東西 所以這個後面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可能會透過一些數位的工具 不管是EMS 不管你行動建置 或是碳平台建置 來協助廠商 那我們也會協助廠商做一些能源整高跟輔導 那這裡面有包含公共設施的診斷 以及我們可能透過一些永續金石 來做製程上面的一些改善 七大浪費的改善 那不夠的呢 我們可能會協助你導入綠能 或購買憑證等等 最近我們也協助廠發鼠做一些禁營 商發鼠啦 環境部啦 還有農業部做一些禁營 所以大概會有這四個構面 那這是我們協助廠商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們從電力 照明 空調製程 空壓等等 來協助他做一些改善 那會給他一些節能效益 費用 投資金費 跟回收年限 因為回收年限最重要 因為一些老闆 大家看到回收年限 三四年 也許他就可以 投資了 可能七八年可能他就還會再思考一下 然後我們最近也在發展 永續金石這一塊 那其實他就是ESG裡面的環境面 我們可以GRI裡面 301到308裡面 我們其實都把它整合進去 其他浪費如何來協助廠商做一些改善 那這個是案例的分享 然後我們知道一家廠商的排放 跟你把供應鏈拉進來 其實他的效益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也協助廠商做一大代小 那這會有兩個案例 第一個是加登的案例 那我們協助他啦 就是說 因為加登其實他是能源大用戶 每年都要節省1% 所以實際上他在我們要去輔導的前一年 他只有節省0.4% 30%而已 所以我們幫他定一個目標是5% 那結果後來我們整個幫他體系做完 大概可以節電50% 就是效益還蠻大的 再來這個是我們去年幫廣機 也就是工業電腦 來做的一個 也是一個體系的輔導案例 那我們去年幫他整個體系做12.5% 所以簡單量對廠商來講 其實都是有吸引力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 因為我們這兩個案例 其實都有把永續金石 把他納進計畫裡面 去協助他製程上面的改善 我必須講 有時候這種 永續金石的這種輔導的節能改善呢 碳量不會像你換一個設備那麼龐大 但是他比較困難 因為你換一個設備 就30-40%就節能了嘛 換出來的碳量很大 可是在對廠商來講 他製程上面的實質 就是簡單效益呢 透過這個方式 這一些設備商 製程上面的那些人員 其實覺得效果很好 這甚至比換一個設備還有效益 然後這是我們溫室吸引盤廠 就是我們大概也開始就協助廠商 做相關溫室吸引盤廠 不管是企業的體系案例等等 還有從商業啦 我們也幫廠商做一些溫室吸引盤廠 大概這是我今天的一個簡報 這算是低音的 empezar ситу嗎 什麽